國軍官兵全奉武裝模擬反登陸作戰 緊盯一幕開火擊退 國軍弟兄透過AI技術仿真訓練 甚至連地面都能模擬砲擊震動 一邊聽指揮官講解 一邊體驗腳下模擬震動 總統蔡英文一早也來到國防醫學院 視察全新 戰術戰傷訓練場館 那麼今天啟用的這棟大樓 具有多功能的救護訓練環境 包括利用虛擬實境 或真實境等技術 那麼這也代表我們國防醫學院 衛訓中心技術和訓練的全面的升級 不只強化軍務有效降低戰損 也是國軍重要課題 中科院耗時六年斥資九億多元 在國防醫學院設置戰術戰傷訓練場館 這會特地導入AI技術 包含戰傷情境模擬 多功能救護技能訓練 以及重大災難事故情境模擬 訓練系統等等 透過科技輔助進行高強度訓練 今年回訓中心開辦了救護班隊 訓練出將近三千八百人 除了強化國軍的救護技能 也維持了部隊的整體的戰力 我們這些努力 都提升了我們全民的國防的意思 除了AI模擬訓練 戰傷訓練場館啟用後 未來也將結合警政單位及各醫療機構 全面強化全民國防體系 再次新聞成員享有台 HC小組台北報導 修理ро 從手 произ廣告 入英字幕 十分之一 足幺 中摩托 地